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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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來了今天要做一件 非常勇敢的事情 不過勇敢的不是徐一蒂跟我 因為我們兩個是超鬧腫的人 所以 你們好有種喔 勇敢的事情 就是要在同行的頂尖精英面前 來演一個他們都... 大家都會的事耶 就像你叫我在阿妹面前唱歌 我常常在阿妹面前 你常常在阿妹面前唱歌 我剛剛常常吐啊 我都看過 沒有 如果叫你主持張飛的婚禮 你會不會吐 我為什麼要主持張飛 不是 你吐的原因 還是因為你愛他 我只有覺得主持金鐘獎 其實很恐怖 因為台下座全部是主持人 你就覺得說 天啊 在他面前主持 到底被他們看成什麼 我不敢 所以呢 今天要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有點殘忍 然後也有點勇敢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答應 歡迎五位舞蹈老師 歡迎老師們 他們到底基於什麼樣的心情 願意在彼此的面前跳舞 而且比賽呢 我覺得他們的心情就是 想要在康熙這個節目裡面跳 然後讓世人知道 最厲害的還是我 對 一戰定天下對不對 對 然後就讓其他明星說 原來還是盛風老師最棒 我還是找他邊舞蹦 他們心情會這樣堵一堵 你說今天是招生大賽嗎 對 可是當中有一些舞的派別不同 所以比起來也是怪怪 而且當中有些人 有可怕的恩怨情仇的過往 所以恐怕在今天會爆發出來 連主持都不能主持啊 剛才錄影前我肚子就好痛喔 所以太可怕了 你覺得... 你覺得當中過節最大的是誰 我只能說心眼最小的是張盛風 你說當他節下兩次會很難 被他忘記 而且同時整形最多的也是他 這個張盛風應該沒有要 瞞住別人吧 對 我還好 因為我真的以前太瘦了 我最怕聽到的一句話就是 你好瘦喔 OK 我跟你講 最近那個 劉真有一件事情會惹到你 所以你們兩位都在新浪微波上 然後劉真上去的時候 他的頭銜是 是五王 是五號 五號 我覺得他惹到的人 應該是KIMIKO吧 不是 KIMIKO在上面 因為他並沒有說 他是國標五號 他直接寫五號 這個就翻到很多界階 不是...可是這個我要解釋 可是我跟你講 更好... 好塞傷喔 不是啦 聽我說嘛 更好下去就是過了一個月 他就默默把五號兩個字移掉了 因為一定很多人罵他 不是 聽我說了 其實因為我本來用劉真 妳怎麼敢在關公面前耍大刀啊 關公在哪裡 這四位啊 不是 妳在想過多小 真的 全是不一樣的啊 因為我知道四位都是非常厲害 舞蹈老師 可是妳寫五號 妳沒有寫國標界的五號 那聽我講嘛 就是... 不是... 我本來要用 妳怎麼做那麼自大的人啊 妳怎麼講過 妳看大刀老師 氣到眼睛都腫了 他應該是嘴往說的 蘭波才是跟張正峰過節最大的人耶 因為... 真的 張正峰當初是妳把蘭波 從一個別的老闆手上 搶過來的對不對 對 也不是這麼說啦 就是我...我是私底下找他 然後我們講了這件事情之後 好像我後來知道 妳在哪裡看到他的表現 妳在哪裡看到他的表現 然後覺得想要爭取他 就是我們在義工隊都會 每一年都有競賽 然後我有看到他的作品 我覺得他拍的東西不錯 沒有潛力的 所以你就跟聖峰老師 去他的舞蹈教室 是啊... 然後跟了老師多久 我其實在老師那邊七年 很久耶 是啊 是聖峰一直騙妳說他要幫妳出片嗎 沒有啦 因為我們是全經濟啊 全經... 所以他是幫妳當藝人啊 沒有 因為我們公司 老師 公司所有的簽的 所有的舞蹈員 其實都是全部的 就都有可能做其他發展 那個合約是從 就是林青霞的經紀人 葉玲那邊留下來的 然後我就是按照那個模式 妳的藝人合約是從 林青霞那個時候 就沿用到現在 所以... 所以拿給我們的時候 還有一點...泛黃 然後還有那個掃蕩 慢慢清 用副鞋紙 然後... 舞群的服裝也是 林青霞那邊給這個什麼 不會啊 已經出過片了 真的嗎 沒有 其實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後來... 這就是晚年出片的下場 沒有 他好早年耶 他早年出片 是嗎 早年 而且其實我們那時候 年輕出片的時候 還是因為... 也是因為聖鳳老師的關係 就是在那七年的合約裡面 出的嗎 之前 其實在Jungle的時候 是因為唱片公司實際師 是先簽聖鳳老師 聖鳳老師之後才... 他覺得說希望 妳說Jungle先簽張聖鳳 是要把他做成藝人嗎 是要唱片的 就是歌手 是像小虎隊那種嗎 沒有 像應該... 老師 那時候是簽一次 那時候想要做台語的舞曲 好適合你啊 真的還假的 老師 你不要跟我講說 這時候台語的舞曲 我只是舞曲 台語舞曲 老師 你幹嘛不說啊 因為就是... 你覺得是簽罩的耶 你現在會出還是有市場啊 那台語會... 其實他說... 其實他說 台語更容易唸Rap 詹鳳給我看一段啦 故事殺 要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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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太好看了 這我一定看 可是我沒有錄啊 我沒有錄音 就是我待了一年半 然後受不了 我就先落跑 藍波你會嗎 跳一段跟我們看台語的 我愛你 妳看我 我跟妳講我這樣 我就覺得很難 可是後來Eleboy進來的時候 覺得台語變好酷 老師 所以你現在跟藍波 之間的心結解掉了嗎 我就是後來都慢慢 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就是 我走以後 他把自己封閉起來 這個愛就告白嗎 有連續好幾個事情 所以老師 你先跟我講一下 你不是對他有愛吧 不是 只是純粹是一個把他當成 你很好的學生跟幫手 對... 噓 所以... 所以來... 阿老又要出現了嗎 他超成功 後來誰把他的心扉打開了呢 是大木嗎 大木 大木